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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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些图案文字因为年代久远 烧制黑幼瓷的摇火从未见断 今天中国百姓所使用的黑瓷碗 黑瓷缸都属于黑幼瓷器 然而人们司空见惯的黑幼瓷在宋朝却有着特殊的用途 当时的工匠大量烧造黑幼瓷茶碗 用黑幼瓷茶碗喝茶成为宋代特有的现象 其中的原因与宋朝人的饮茶文化有关 他说宋代以前是煮茶 宋代以后的民初是泡茶叶 那宋代的饮茶是怎么回事呢 他首先要把这个茶叶做成茶饼 然后要喝的时候把这个茶饼碾成茶末 换在茶碗里面把它调成一个糕 然后用开水往里面冲 所以它喉献出来的是白色的茶水 白色的茶水与黑幼的碗 那这个色彩要鲜明 宋朝人引用的是冲泡之后成白色的茶汤 黑幼茶碗能够将白色茶汤中所呈现的图案 衬托得更加清晰 中国宋代的饮茶文化中 有一种鄙视茶叶品质和冲泡茶汤技艺的游戏 称为豆茶 据史料记载 宋徽宗召集就是豆茶的高手 他曾与僧人豆茶 会见群臣时 宋徽宗喜欢亲自为大臣们展现其高超的茶艺 在他所写的宣和公词中 就有描写宋代宫廷豆茶情景的诗句 上春 蓬欧相近中的欧指的就是黑幼瓷茶碗 而黑幼金彩碗在茶水的映尘下呈现若隐若现的精彩图案 更是成为了黑幼瓷茶碗中的真品 中国宋代的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的茶道就是从中国宋代的茶文化中发展而来的 因此中国宋代人们喜爱的黑幼瓷茶碗 在日本韩国等地也十分流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中国水下陶谷队在福建连江县定海海域 发现了一艘宋代沉船遗址 打捞出大量的宋代黑幼瓷 这些打捞出水的瓷器 证明了中国宋代福建所产的黑幼瓷 已经成为当时中国外销瓷中的主要品种 黑幼金彩碗也是在这一时期被销往海外的 如今在日本韩国的博物馆中都珍藏有中国宋代的黑幼金彩碗 宋代烧造黑幼瓷茶碗最有名的是福建的建谣 兔豪、药变、遮骨斑都是建谣黑幼瓷茶碗中的精品 所谓兔豪就是幼色在摇变过程中产生形如兔毛的图案 黑幼金彩碗与已知的建谣黑幼瓷茶碗有所不同 在九十年代以前日本国和世界其他研究瓷器的人、学者 不知道它的产地 它只有一个代开的范围 但是它的五一山这个网跟建谣那个网 黑幼的网又有区别 胎、幼、颜色都不一样 黑幼金彩碗是在黑幼瓷茶碗中描绘有金色的图案和文字 它的文化价值是同类瓷器中所无法比拟的 五一山市博物馆收藏的这些宋代黑幼金彩碗上 有的提有寿山浮海、金玉浮塘等文字 有的描绘有凤凰、花卉图案 还有的画由五一山风光 由于黑幼金彩碗的传世品稀少 有关它的产地和烧造年代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个谜 1998年 五一山市政府将五一山风景区作为文化与自然遗产 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 市政府决定修建一条通往景区的公路 为了配合公路建设 考古人员对道路要穿过的宋代玉林亭摇纸进行了发掘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此次考古发掘竟然揭开了宋黑幼金彩碗的绅士之谜 发掘工作从1998年9月开始一直持续到2000年1月 考古人员在瑶纸中发掘出了许多黑幼金彩碗残片 我们这个瑶纸的丰布范围呢 很广 大概有六万多平方米 就是好几个山头 就是98年到99年的时候呢 只发掘了两座龙瑶 还有一个就是桌花区 那么我们这个精彩的这个标本呢 就是在这个桌花区里面采集到的 精彩碗就是在这种的这个碗上 然后在里面用那个暖壁溃散这种 当时比较流行的有文字 比如说这个寿山火海 还有一些这个花鸟 还有一些就是五一山的这个山水 据说还有这个珠西的九区造格 也溃在这个碗里面 在发掘出的古词残片上 隐约可见精彩描绘的痕迹 内容主要有花鸟 风景 文字等 其中有一件残片上 题写由朱西所作的九区兆歌 朱西是中国宋代理学的开拓者之一 他在五一山附近的明北地区 生活了四十多年 有感于这里灵动的山水 朱西写下了传世名篇 九区兆歌 一区西边上吊船 漫庭风影 战情川 红桥一段 无消息 万赫千言 索 翠烟 九区兆歌 创作于朱西晚年 公元一千二百年 这位理学大师去世 因此 有的学者提出 根据九区兆歌 创作的年代 会由九区兆歌的瓷器残片 证明了宋黑幼金采碗烧造的时间 大致为南宋中期 也就是公元一千二百年前后 由于在五一山御林平遥址 发现了大量宋黑幼金采碗的瓷器残片 专家因此认定 这里就是宋代黑幼金采碗的原产地 然而 可惜的是 迄今为止 在御林平遥址的考古发掘中 还没有一件完整的宋黑幼金采碗出土 当时的时候 就是遥址的挖掘的时候 当时出土的全部是一些 就是黑幼的 也一瞄净的 都是碎片 往整器 这个 都没有见到 那么五一中 在民间 又发现了一个完整的 宋黑幼金采碗的经营采碗 当时就 不能确定它 是不是这个 我们五一山御林平遥址 刀子的 后面我们请了这个 专家进行费商 经过专家的费商 最后就确定为 我们御林平遥址 刀子的 这个宋黑幼金采碗 和我们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也是我管的正管之宝 此后 五一山市博物馆 有陆续收藏了一些宋代黑幼金采碗 如今 这座博物馆成为世界上收藏中国宋代黑幼金采碗数量最多 图案内容最为丰富的博物馆 五一山市博物馆收藏的宋黑幼金采碗 因为中国茶文化的深远影响 而响于世界 它集黑幼瓷艺术与中国悠久的文化于一身 成为了后人研究中国宋代历史和瓷器烧造艺术的重要文物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